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晚餐不吃主食 少吃主食 是很多人认为的健康饮食方式 那么晚餐到底要不要吃主食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晚餐到底要不要吃主食 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一直是一个 让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 那晚餐不吃主食或少吃主食真的健康吗 晚餐不吃或少吃主食就健康 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主食是我们日常膳食最主要的能量来源 如果晚餐不吃或少吃 就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过低 那我们的能量就会更多来源于这种脂肪和蛋白质 这样就会加这种集体的一个代谢负担 所以晚餐不吃主食是不利于健康的 有研究人员基于国外2003至2014年的 营养与健康调查项目 对27000多名18岁以上成年人的膳食摄入数据分析发现 晚餐主食的质量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多吃这种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对健康是有促进作用的 可以使这种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2% 相反如果说这种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吃得过多 那么全因死亡风险可增加13% 研究还发现如果晚餐多吃这种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 患慢性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发生风险 会分别降低30%和18% 研究还发现多吃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 对控制体重和血糖都有益处 那到底哪些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呢 我们晚餐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主食呢 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呢 主要是指这种加工程度不高的食物 主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主食中呢 主要包括全穀物 各种豆类等粗杂量 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呢 主要是指身加工的食物 常见的主食主要包括精致穀物 比如面包 精白米饭 精面馒头等 粗杂量类主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B族维生素 矿物质和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如植物多酚和酮类等多种营养素 并且在体内消化时间长 血糖升高相对缓慢 有利于肌体代谢 精致面包 精米面类主食 血糖负荷高 升糖速度快 不利于肌体代谢 那我们晚餐主食到底该吃多少 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呢 山石指南建议 我们全天主食整量 大约是200到300克 也就是4到6两 晚餐呢 主食应该占到全天整量的 30%到35% 也就是2两左右 晚餐主食呢 可以选择小米 玉米 等一些醋大粮 而对精致骨类食物呢 应当低于一半 如果精致骨类吃得过多的话 那可以搭配吃一些 像精液类蔬菜 这样呢 可以延缓血糖升高 有利于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晚餐时间不要太晚 至少要在睡前两小时吃 也就是晚上6点至8点之间为宜 如果进餐不规律 则会引起代谢紊乱 增加肥胖 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 另外 用餐时间不宜过短 也不宜太长 以20到30分钟较为适宜 现在您知道了吧 这晚餐吃主食 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尤其晚餐多吃一些 富含膳食纤维的粗杂粮 更有益于健康 好了 服观众 服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